另外一个案例只是 十惊不昧却被沦为犯罪嫌疑人 这是一个成熙民众 他在台南捡到了笔电跟随身硬碟 他亲自送到了警察局 但是在隔天警方来电 说施主已窃盗报案了 所以遗失的地点 从当下去判断根本就是他 所以是意思就是从一个路人 本来是热心捡到东西 就变成了窃盗嫌疑人 当然经过后来的这个讨论 跟交代解释之后 检方是不起诉处分的 然而在这过程当中 为了去交代自己的清白当事人 多次的请假配合侦查出庭 最后洗刷冤屈 但是整个过程他觉得 非常的受不了 收到不起诉处分书的 诚信民众依旧相当气愤 做一件好事怎么会搞成 好像我真的是有什么罪一样 从来没想过 十惊不昧竟然会被当贼 8月8号深夜11点 台南南科管理局的广场 陈姓民众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后背包 里头放有笔记型电脑跟随身碟 向着施主内心交集 当下立刻拨打110 并拿到附近的京剧 没想到隔天警方来电 让他完全傻眼 叶姓施主坚持依窃道报案 警方受理之后 也决意依窃道处理 原来关键在于 施主遗失的地方 在这个厕所洗手台 而呈现民众送去派出所时 已经隔了一天 避免争议 警方还是提醒民众几个步骤 虽然陈姓民众最后获得不起诉处分 但前前后后 跑了好几次法院及警局 民众想要热心助人 却有疑虑的话 可以及时录影并拨打报案电话 免得惹祸上身 华视新闻黄运复刘汉申 陈杏仁台南报道